西红柿也能做果酱,相信你一定没听说过。 这次大胆创新,没想到成果却如此的好。 甜蜜却一点也不逆人。 回味中还夹杂着一丝酸。 做法也更加的简单。 只用了西红柿和白砂糖这两种最基本的食材。 一个西红柿用量不多,但足够一家人的早餐站在吐司上了。 顺便秀一下闺蜜送的小杯子。 杯子真的真的很小,却特别可爱,嫌其他果酱麻烦的亲们。 可以尝试一下哦。 西红柿洗净,去地,去皮,切成块,放入料理机打成西红柿泥。 小火,将西红柿泥煮沸,加入白砂糖搅拌均匀。 小火,时不时搅拌一下,大概十分钟,熬至浓稠即可。 自然冷却,冷藏三小时即可。